我們今天要來講的主題是第13章 時間驅動 前面我們看到的都是一般控制項 這種控制項就是點下去然後它才會動 但是它不會自己動 那你要讓它自己動 在這種C-Shark的Windows單內裡面 必須要用時間驅動的方式比較恰大 那什麼叫時間驅動呢 就是每隔一段時間我就讓它動一下 那每隔多久時間呢 以像電動而言的話 很多電動其實是每隔60分之1秒 就動一次 60分之1秒 那這邊我們來看幾個例子 那特別是像這種馬表的例子 我們來看如果我們要做一個這樣的程式 怎麼做呢 這邊有程式喔 但是視窗程式你光是看程式是沒有太大用途的 因為這個這些視窗的物件 必須要跟程式能夠關聯起來 才有辦法動作 所以我們就直接用Vidual Studio來看 那我用2010就好 所以它比較快 我新增一個專案 Vidual Sport 那名字呢改一下 就叫做Timer Timer就是計時器 好 那這個Timer 我們在這邊 放什麼東西呢 我們先放一個按鈕 為什麼放按鈕 我們看一下這個畫面的開始名字 中間有一個文字 所以我們放個按鈕 然後呢 拉到適當的大型 那我們打一點 那這一個按鈕 我們稍微先改一下它的字型 因為字型有點太小 好 字型我們把它改大一點 好 接下來呢 我們就 改成標牌題 好 確定 選Fox Fox 就是字型的意思 好 那各位可以一邊跟著做 如果來不及 如果來不及 就先按 好 接下來這個Button的名字 最好 改個有意義的名字 像Start就開始 然後呢 文字的部分內容也可以改 好 那這樣開號 先把它 呈一下 好 那這個按鈕 很大 再按Ctrl-C Ctrl-V 就只可以 Ctrl-C Ctrl-V 它不給我負責 我會負責它 貼上 那這樣 這一個呢 第二個Button 可能就叫做Button Start 那今天我們要做一個碼表 所以一定要有開始按鈕一次 好 但是其實碼表最好只做一個按鈕就好 我們做兩個按鈕其實是有點怪怪的 好 先做兩個 等一下 改成一個 好 好 現在我們呢 把這一個Label拉出來 好 這Label呢 用來顯示 經過多久 好 那這Label我們就叫做Label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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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belCount 技術器 然後 這邊一開始呢 我們就先是0 好 OK 那 剩下的就是自行 自行 稍微改一下 A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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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倒不一定要用 因為它是 是數字 所以可以用 看你想用什麼題 好 好 OK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做了一個 見面 很難看 這是你大致上見面已經做好的一個 好 先存一下 好 記得 當你寫程式的時候 尤其你還不是很熟的時候 你寫的可能很慢 那你存檔 就很重要 不然做到 欸 有些人做了 做了 可能半個小時 一個小時之後 然後突然電腦當機 那就很悲慘了 很悲慘 好 所以呢 那我們現在建立一個 Clock 好 就叫Timer 好 按促成 好 這樣就存好了 那 但是我們現在才是 還不會動 對 還不會動 而且我按開始也沒有用 按停止也沒有用 那這要怎麼讓它會動呢 當然我必須要在開始這邊寫的東西 可是我要寫什麼 我現在沒有任何方式可以讓它動嗎 沒有 如果我今天說 OK 這個Counter 每按一下 動一次 那我們可以寫 舉個例子 我一開始把Count設成0 Count設成0 然後每按一下 我就動一次 來Count 就加加 然後呢 在 在那個Level Count這個地方 它的 我讓它就等於Count Count這個數字 然後呢 你可以加個 就說把它轉成字串 或者是直接Otus 把它轉成字串 然後塞到這個欄位裡面 那你就會得到一個這樣的程式 會不會動 按開始 加一 按一開始 就加二 但是這不叫做 這不叫做計時器 對不對 這叫做計安器 或計數器 但是就是不叫做計時器 因為你不按它就不會動 所以這個 這個不是我們要的計時器 這是計算你按下幾次滑鼠的計數器 好 所以呢 我們要做的不是這樣 我們想要做的是 怎麼樣子讓這個東西會動 OK 不過 我覺得各位其實可以先做到 按下去動 這個程度 OK 再來改 是不錯的 我先直接把它做完 好 直接做完怎麼做呢 再來請注意這邊 在原件裡面 我的是2010 所以跟各位的原件一樣 那這裡有一個timer 各位也會有 這個timer 你把它拉一個進來 它叫timer1 timer1 這個timer1 然後呢 我就 不要加1 就是接下timer 就好 那請注意 這種timer 它有一些屬性 這個屬性 像interble interble 就是 每毫秒 發生 的 事件的頻率 就是每毫秒會被觸發的頻率 一毫秒是幾秒 一毫秒是千分之一秒 那 所以呢 它設定100的意思就是說 每100毫秒會觸發一次 每100毫秒觸發一次 那一秒就觸發了十次 那就非常快 所以呢 如果你設定成這樣 OK 那是可以的 但是這邊有些事件 事件 事件 這個叫tick 就是每 每多久會觸發 觸發什麼呢 會觸發這一個事件 tick這個事件 好 那我們把它點兩下 它會產生一個新的函數 這個函數呢 就是每個0.1秒 每個100毫秒會觸發一次 那現在我就不要在這裡加了 我就不要在這個按鈕上面去加 我在這裡去加這一段 讓它每個0.1秒呢 讓它每個0.1秒呢 就更近一次 而且會加一 那但是這樣做呢 它還是不會動的 為什麼 因為 不會動 為什麼呢 因為 雖然每 每隔這一段時間 會被觸發一次 但是 它從來都沒有被啟動過 所謂的啟動呢 就是這個enable 要設成true 才會被啟動 可是如果我enable 一開始就設成true呢 那 你會看到一個 這種現象 就是 我根本就沒有按 它就觸發了 對 我根本就沒有按 你的程式一開頭 它就觸發了 但是我想做的是 按加開始 它才觸發 那這時候該怎麼做呢 我就不能一開始就把enable 設成true 我一開始enable 它設false 一開始enable設false 那它就永遠都不觸發 這樣也無形 我必須要再開始這邊 把enable 設成true ok 這時候呢 我們點下去 它就開始算了 每一秒算十次 ok 那當然如果你覺得 每一秒十次太快了 那你就把它調慢一點 怎麼調呢 有很多種方法 一種方法是 在這裡調 在這裡調 Timer 點 Timer裡面有很多 種屬性 一個 這一個是我們要的 Interval Interval就是每個多久 要觸發一次 那剛剛是設一把 那現在如果我們設成一切呢 它就每隔一秒鐘才會觸發一次 我看到差很多 ok 所以你可以在這邊設 但是你也可以在這裡設 在這個Timer的這個物件上面 這裡設也可以 好 所以 請注意就是 你要去寫這個地盤按鈕 而且 要把enable 設成true 就這樣 那請各位先試試看 做個這種 計時的麻辯 那我剛剛沒有做停止 停止就由各位自己做 你只要把enable設成force 它就停了 按下去的 把enable設成force 就停了 就停了